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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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達入2021年 也代表所謂叫做《武漢飛影》 已經存在了正正一年有多 但在這個情況下的巴士迷 會選擇去不同地方遊樂 有人趁著農曆新年前職 到年宵市站參觀一下 當中 九巴又值此機會發大賽 除了有人之外 還有巴士 另外還有硬膠座椅 也有人繼續去追逐即將退役的巴士 香港路面上餘下的富豪超級奧林比安 成為巴迷和行記的目標 就例如這一天 屬於沙田車廠的AVW11 LJ9994 就山場水源地來到元朗區 吸引巴士迷拍攝 另變相 乘巴非專利城下的超豪 也吸引不少巴士迷租車 舉行遊車河活動 遊覽全港不同離區 不過 也有一架超級奧林比安營巴士 特別受到注目 這架車 在早前最後禍根珠 Sami SV474 KU8676走走13D的時候 引起車上眾人的起控 令到車輛搖身一變 成為海洋公園 那麼 究竟這架令到一仲行車紀錄園 感到前世未見過巴士的車的真面目 又是怎樣呢? 大家你在坐時 你應該快想看 這個 luôn Diriii 你是否埋令這些傢伙 還不是 這輛是前屬新加坡新捷運的富豪超級奧林比安營12米巴士 車牌SBS9844Z 配置Volgen CR23LD俗稱和斤車身 這輛巴士在2020年8月退役後就被香港的巴士迷扣入並私人保留 早前提到配置Volgen車身的富豪超級奧林比安營巴士至於香港和新加坡獨有 在香港只有9巴士的21架3ASV配置和斤車身 但在新加坡則大部分超級奧林比安營都採用 由於和香港版本的車身配置一樣 所以9巴士4Z在外觀上都和9巴士的禍根珠有異曲同工指標 無論頭幅、車嘴都非常相似 唯一不同的是新加坡禍根珠選用Ford波箱 而不是香港超豪所常見的ZF波箱 所以不少人覺得在聲音上有些少丹尼士3SK 甚至有富豪烏林比安營的感覺 至於車內的配置 可以體積出新加坡巴士的配置上 和香港有不少的分別 譬如新加坡和香港都屬於瓦爾大地區 因此巴士都會裝上冷氣調節溫度 但是巴士車尾是不設車窗的 和香港上層會設置車窗不同 D格來自新加坡的稀客 無論在哪裡都受到不少人的注目 SBS944Z現時會出席不同的遊行活動 又或者以退役巴士作主題的展覽 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 不要說保留一架巴士 連買一架普通作出行之用的私家車 都是十分困難的事 所以在賣退役巴士之前 絕對要想清楚各種因素 不要不自伦力 就以為保留一架巴士 是一件易過借火的事 白人查都希望 將來東之國教育電視 可以向大家講解更多 有關退役巴士的故事 食物亦開始 以及一道地層 席位置 Which's the most common 美鳳的女性 不可能的 你不會找人家 不可能的 你會找人家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不要找掃燙 大家都沒殺到 不可能的 回事